护理学校和医院合作,希望能够培育长照人才 明慧护理管理专科学校校长叶志成与小岗医院院长郭昭宏 双方将以提升国内举绝吞咽和口腔卫生保健专业知识为前提 签订产学伙伴关系的合作备忘录,共同培育举绝吞咽障碍专才 我们能够和小岗医院、郭院长跟整体的团队来签约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引进这样一个好的技术 好的理念、好的做法 让我们更多前仆后继的青年子弟们 能够学习到这些好的能力来帮助更多的长辈 能够尽快地拿掉笔尾管 重享一个生活的品质 能够很自在地说话、自在地咀嚼、增进她生活的健康 那我们希望其实这次跟敏慧医务管理专科学校的合作 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希望把这样的工作做一个更广的步点 那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伙伴 我们知道敏慧医专科在这部分其实做得也很好 那我们希望产学一起做合作 把种子往更年轻的世代去撒 将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这样的职业 相信可以造福许多有咀嚼困院困难的病人 小港医院院长郭兆宏表示 小港医院长期致力于培育咀嚼医疗人才 接受高雄市政府的委托 创建咀嚼吞嚼障碍照护标准认证课程 也办理了人才培育、善进企业、社会责任 史方新闻归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